五月天如果沒有在1997年決定成團 在1998年冠佑加入 在1999年發行第一張專輯的話 那五月天現在怎麼會站在這邊 看到你們嗎 也許我就是以Energy的身分 在這邊看到你們 那不是更爽嗎 等一下 你收了嗎 快點 我們先來看 我們先來看 那個音樂放一下 都跟你說放手 不要再 好啦 看他想要想 你剛剛蠻認真的 我加這個Energy的話 就變Energy Y了 沒氣 小明天的瘋狂的世界 如果是你 發現了我 也別向我挽回 五月天如果沒有在1997年決定成團 在1998年冠佑加入 在1999年發行第一張專輯的話 那五月天現在怎麼會站在這邊 看到你們嗎 確實我就是以Energy的身份 在這邊看到你們 那不是更爽嗎 等一下 等一下 你SOLO啊 來啊 我們現在看 來來來來 那個音樂放一下 我都跟你說的放手 不要再做 好啦好啦 開玩笑 你剛剛蠻認真的 我加入Energy的話 就變EnergyY了 弟弟 你會不會緊張 緊張點頭 不緊張搖頭 緊張嗎 你知道嗎 二十五年前 一九九七年 三月二十九號 那是我第一次上台 就跟今天的你一樣 我比你還緊張 你知道嗎 今天也是你第一次上台 對嗎 如果以後還有機會的話 你會慢慢習慣這種感覺 說不定你還會上癮 喜歡音樂的這種癮 是沒有關係的 因為有一句俗話說 誰因為的孩子 不會怎麼樣 啊不對 講錯 因為有一句俗話說 誰因為的孩子 不會怎麼樣 我和你都看到了 要再唱這首小黃燈 這一生吃願吃藥 平安快樂 誰說這樣 不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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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再說 為他不適當 這首小黃燈 最愛的 是一首小黃燈 他會不適當 是一首小黃燈 成功 最愛的一首小黃燈 怎麼會這樣 一首小黃燈